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经典的例子 《士路行传》十六章讲到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 他带着祖父后来又遇到提摩泰 带着路加医生一起去宣教 但圣灵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在亚西亚和比推尼这些地方讲到 有一晚保罗见到一个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呼求这样说 你们过来马其顿来帮我们吧 保罗就顺应着这个异象去到马其顿 入了第一个城就是肥立比 见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叫做女底娅 就带领了她全家来信主 后来有一个被鬼附的屎女就跟着保罗和西拉 因为这个屎女原本有很多主人利用她来赚钱 结果保罗就把这个屎女身上的鬼赶了出来 这些主人就很生气 因为没有了这个生财的工具 就拉了保罗和西拉去见官 而官府竟然是用棍打了保罗和西拉他们 并且将他们收监 但是令我很敬佩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当保罗和西拉被人拉去坐监 被人用棍打完之后 他们竟然可以在半夜祷告唱诗来赞美神 而其他的监犯都侧疑而听 在这个时候突然地大震动 甚至这个监狱的门都被震开了 囚犯的锁链都被震开了 而玉卓醒了 就见到为什么监狱的门都打开了 就很害怕 以为所有的囚犯都走了 结果他就拔刀来自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禁止了他 保罗说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还在 这个玉卓就走到保罗的面前 俯伏在他的面前 就请了保罗和西拉两个人出来 接着就问了他们两个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说 两位先生 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得救呢 结果保罗和西拉怎样回应他呢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意思就是说 你和你一家人都需要信耶稣 当你们信耶稣之后 你们就可以得救了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你会怎样回应呢 或者有人问你 什么叫信耶稣 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信耶稣不是说 我去教会 看圣经 去洗礼 或者说 我头脑的知识是知道的 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错的 我们都有罪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 有一个叫做耶稣的 他说他是神窝 他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就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罪人而死 以至到其他人都可以得救 是否知道这样就足够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 求祂赦免我们的罪 例如你在这里看到一部智能手机 我就会问 你信不信 这一部是一部智能的手机呢 你可以用它来上网 可以打电话 还可以自拍 有很多功能 你信不信呢 可能你会说 我信 但是问题是 这个电话是否你的呢 它所有的功用 有没有对你发生好处呢 当然不是 直至到如果我说 我将这个手机送给你 而你又恩然的接受 并且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 这个手机所有的功用 才能够跟你发生这个的关系 同样的 当我们说相信耶稣的时候 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而不单是头脑上面的知识 而是心里面的接受 求祂赦免我们的罪 以至到我们能够得到祂赐给我们 永生这一份的礼物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知道 自己已经接受了主耶稣的人 或者尝试找一张纸去写下 到底福音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我要和别人分享我的信仰的时候 我可以如何撤要的 可能可以在五分钟之内 就能够分享到我自己所相信的重点 这样也都找一个未信主的朋友 跟祂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 但是如果你说 我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 我是知道 有时候都去一下教会 但是 可能我真的未接受都不顶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鼓励你 尝试同主耶稣祈祷 你可以说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相信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 真是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自己个人的救主 以至到你也可以一起分享这个永生的福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